被英國BBC評選為全球十大熱氣球活動之一 台東熱氣球嘉年華6月27號即將登場 為這次的活動暖身 首次嘗試縱谷以外的空域 飛越台東市區 這也是首度完成由国内機場起飛的壯舉 我们都是专案申请 而且因为今天要求我们 是在六点半以前一定要落地 所以我們也要把握這個時間 而且我現在看到很像風向真的是往那邊 趕快抓住這個風向希望能夠飛越台東市區 早起的台東民眾抬頭一看 五彩繽紛六顆的熱氣球 難得飛越市區的上空 清晨的曙光灑下 從空中鳥看 緩緩掠過台東市區 就像拼布的油畫 真實的呈現在眼前 後面 grew the people 目前看到這個方向 雖然不是最理想的往北邊走的方向 可是我們從這裡也可以大致上看到我們整個台東社區 覺得非常漂亮 非常舒服 我想我們這個熱氣球的活動 這個發展到今天 已經真的是創造了台灣的傳奇 我們就繼續努力把它做到一年比一年更 今年不同的是 結合了網路科技 每顆熱氣球都裝上了定位系統 讓大家在手機上就能追蹤熱氣球的行徑 每一個人都可以利用這個 網路上面的工具來找到他要追蹤的球 或者他的朋友搭的球 或者是哪一個貴賓搭的球 他都可以整個路徑都可以從手機的網路上面去追蹤出來 這個是蠻有趣的 除此之外 也率先使用一通卡電子票證 只要鼻一聲就可以登上熱氣球體驗高空汐流 今年還特別規劃了七場光雕音樂會 除了主場地入野高台之外 海線地區的成功鎮 還有南迴的泰馬里香 這次都能看到光雕的表演 另外也公布了三顆特別造型球 包括袋鼠球 英國南海球以及大教堂熱氣球 將加入第一波自由飛的表演 東南新聞 陳進雄 林婉珍 台東市已採訪報導 好 那我們呢 當然一定要隨時鎖定 我們這個熱氣球嘉年華活動